我们都说呢在演艺圈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家族 因为在这个家族当中 岁月好像在他们的脸上留不下任何的痕迹 那就是传说当中的林志家族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呢 就是这个家族当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也是马上要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林志炫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能猜出他今年已经47岁了吗 我当然不跟另外两位年轻貌美的志颖跟志玲比啊 我没有他们那么年轻貌美 我只不过 而且我年纪又虚长了 他们好多岁 47岁怎么可以跟他们比呢 他们青春无敌啊 如果不是林志炫心口正式 人们恐怕很难看出 他已经是47岁的年纪了 出道至今22年 不知容貌变化不大 一副眼镜也是从未摘过 可你也许不知道 这眼镜其实另有玄机 早期是装饰 然后随着年岁渐长了 慢慢的他就不是装饰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失利很好 所以年纪如果到了一个程度 就会很快地出现了 突进片 也就是老花的现象 我现在的部分是老花眼镜 很难想象对不对 林志炫戴的是老花镜 还真是颇为意外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 除了做歌手之外 他竟然还有着一份 艺刷厂的工作 早上八点上班 上到大概中午 因为大部分的演出的通告 都在十二点以后 中午之后去上通告 一边当歌手 一边往艺刷厂上班 李志炫这样的生活 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不过自从今年 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 名声大臣之后 他似乎很难再当个上班族了 当然在我是歌手之后呢 相对比以前来讲 稍微困难的一些 因为自从这个节目出来之后 我家的印刷厂 目前已经成为了观光景点 基本上我有很多游客 那以前我想去印刷厂 纯粹是帮忙 但是现在呢 我去是添乱 感谢观看